然後在那個slag上面的ID是Mr.RD 然後我是個前端工程師 然後今天要來FEMO一個非常複雜的動作 就是電擊播放按鈕 早安,我是玲玲 我仍在嘉義演講,所以今天仍不在中演院 最新的一則謠言說 對於萊克多巴胺的說法 從零檢出到既環保和健康 執政的這個雙胞胞胎竟然從小學三年級的課程就開始洗腦 但實際上啊 這其實是2012年美國肉類出口協會所發行的繪本 侍奉當時美牛進口 我們在處理的就是這一些非常可疑的陰謀論跟謠言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 我們做了一個LINE的機器人 陪伴大家一起面對LINE假訊息 以後你遇到想要查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COVED真的假的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 其他貢獻者對這條訊息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機器人知道要回什麼 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資料庫 如果機器人收到一則訊息資料庫裡面找不到 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回報此訊息的人 同意之後這條訊息就會出現在網站上 善良的編輯們就能進來看訊息寫回應 我們從15萬萬萬LINE使用者收到超過4萬5千則訊息 另一邊有人在網站上幫忙回應 這些資料都是已經開放在網路上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今天真的假的在中研院 希望拜託大家一起來做工的 我們在找NO.js跟REA.js的工程師 準備了網站與機器人的Google first issue 現場有工程師請找Mizro Ali 我們一起讓網站與機器人更好用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會寫程式 可以和我一起回覆資料庫裡面的訊息 或是審核現有的資料按查和回應在 超級歡迎新手 我們會送CodeFedGender假的設計的貼紙 大家在網站上面寫的東西 以後就會變成機器人的回應 一直以來很感謝不同背景的人們 願意來到CodeFedGender假的協作部分 專業興趣大家讀的都是同一個訊息列表 過去幾個月我們實作了AI自動議題分類 希望這些分類能幫助大家 找到自己有興趣回應的訊息 請大家一起動手修正分類 讓AI更準確哦 最後也要請大家訂閱我們的 不時訊息列表 透過電子郵件RSB LINE、Telegram或是slag 你就可以跟IPT做聯動 請大家多多幫助我們 一起陪伴在LINE裡面收到謠言的人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Tuber